下面呢给大家讲一下 复娃精精的这个浮雕的制作过程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打开这个模型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大街小巷上 都可以看到的这个可爱的复娃精精 那么做它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通过双线扫面和这个形状编辑器来做它就可以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做完它的这个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耳朵还有这个脸部的部分 还有身体和腿等等这些部分呢 我们主要用到这个形状编辑器 那么像它的这个叶子部分呢 相对来说形体有一定的起伏 复杂一些的我们要用到这个双线扫面工具 那么我们把它给 隐藏一下我们新建一层 那么在这一层当中呢 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下它 首先呢我们做一下它这个头部的浮雕 那么我们看一下三位视图 那么这个时候呢头部的浮雕已经完成了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做它的眼睛 眼睛呢我们给它一个向下凹的这样的一个浮雕 那么中间的这部分呢我们给它一个凸起的浮雕 那么下面呢再做它的鼻子部分 那么熊帽的这个嘴巴部分呢我们同样呢给它一个向下凹的这样的浮雕 那么想要这个嘴巴更有一点的深度呢 我们在它的里面呢再进行一下向下凹 那么这样的它这个嘴就比较有深度 部的部分呢我们再做它头上半部的这一部分 那么同样我们要新建一层来做它们 那么中间的这一部分呢也同样给它一个向下的起伏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那么中间的这一部分和下面的这一部分呢 它们的向下有一个重合的点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它们相加的这一部分呢给它删除掉 我们给它使用内置零 那么这时候呢这一部分和下面的部分就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新建一层 然后呢做它的耳朵和上面的叶子部分 那么熊猫的这个耳朵呢 同样我们给它做一个相加的起伏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选择最高平和 那么叶子的部分呢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起伏关系 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双线扫面 以同样的方法我们先选择它的两条驱动线 然后呢选择它开始的截面 然后中间的这个截面形状 然后底部的这个形状 然后呢计算一下 那么第一个叶子就做完了 那么接下来以同样的这个方法呢 我们做下面的这些叶子 那么上半部分的叶子呢做完了 我们再做它的左半部分 那么左半部分的这个叶子呢 我增加了一个Z轴的控制 那么增加Z轴的控制呢 以便让这个叶子的底部呢 跟头部的这个结合呢 更好的融合在一起 那么下面的这一片小叶子呢 我也同样呢 增加了一个Z轴的控制 那么左边的叶子呢 做完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做右边的这些 那么右边的这几个叶子呢 形状呢相对来说 稍微简单一些 那么它的这个截面线呢 也比较简单 那么中间的这个叶子呢 我们直接用形状编辑器就可以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个头部呢 就基本上做完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做它下半身 我们还是要新建一个层 来做它的胳膊 我们选择最高平和 我们选择最高平和 那么再做它的身体 那么下面呢 是它的两条腿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腿部呢 有一定的起伏关系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双线扫面来做它 那么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一条驱动线 那么这面呢 是另一条 那么我们分别选上它 这是它的两条截面线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双线扫面 那么它的两条腿的形态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用相同的这个截面线呢 来做它 那复娃的整体的就做完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要把它身上的 这个奥运会的这个标志呢 给它加上 同样呢 要新建一层 那么下面呢 做这个五环 那么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五环呢 选上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用到我们之前 所讲到的这个编织向导 那么我们再把它的这个截面线选上 然后呢 我们选择编织向导 确认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五环就很好地被编织到一起 那么最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复娃精定的几个名字呢 给它做上去 那么这样呢 一个完整的复娃呢 就做完了 那么如果呢 大家觉得有一些地方呢 不够的光滑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手雕工具 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光顺 那么光顺之前呢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可见层呢 都给它合并一下 我们选择合并可见层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合并的层一呢 就是已经合并在一起的一个层 那么其他这些单独的层呢 我都可以给它一一的关掉 那么在这个合并层当中呢 我们可以用手雕工具呢 进行一些边缘啊 细部的这些光顺 比如说 它手臂的这个边缘部分 腿部的这些 就棱角的这种部分 那么光顺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完成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个完整的复娃呢 就做完了 那么通过我的制作呢 大家可以看到 做这个复娃呢 非常的容易 就是用到了 新装编辑器 和这个双线扫面 那么操作起来呢 也非常的简单 效果呢 也非常的不错 很可爱